来四川,不仅可以带走一只大熊猫,还能带走一只金熊猫 这个是我们这次金熊猫奖的纪念风 然后这是一个它匹配的就是两套的明信片 其实这个纪念风和明信片我们都是与金熊猫讲它的主形象去延展的 一型的这个明信片的话应该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这次我们金熊猫讲的这个主形象 熊猫它特别的可爱,特别的萌 所以在我们创作的时候也是突出了它本身的这个韵味 所以就特别发行的是这种一型的 然后其实是便于大家去收藏的 同时的话这次我们还有一个小的小彩蛋吧 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一次的印章也是用的金色的 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做 像这种流光异彩的印章它更能够突出我们的主题这种光影的感觉 我们也是用这种活力的橙色 然后加我们金熊猫奖的这个主形象 然后做成的专属油桶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来宾 就是通过我们成都的这个油桶 然后来自熊猫故乡的问号 从这个专属油桥能够送出我们的祝愿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熊猫 当两只熊猫 所以希望这个奖项未来可以更好 谢谢大家 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 在网易似合 这个 但是 然后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